另外,台東慈上香每年元宵節都會舉行的繞進單磅活動 受肺炎疫情影響了,沒有辦法落實實名制以及防疫工作 因此忍痛取消 這也是這個活動傳承五六十年以來第一次取消 在香工所的前面掛出了整排大紅燈籠 每年的元宵節前後 慈上香工所都會配合香內的元宵節宮廟繞進以及單磅活動 掛出應景的紅燈籠 並配合舉辦鎮頭表演的比賽 但今年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活動確定喊咖 因為考量我們今年年初疫情還很嚴峻 那我們本鄉的如今包括傳統的單磅 考量到失明制無法說很確實或落實 所以今年考慮取消我們元宵繞進的活動 自1950年起 慈上香每逢元宵節 鄉內的各廟宇就會聯合起來 在鄉內進行繞進祈福 並由五大莊的村民輪流準備菜肴 到盡的人員是池上每年重要的宗教活動之一 記者陳建林 池上香報導